笑话老婆和她口中的癞蛤蟆穷吊丝当众接吻 还怀了她的孩子 还想让我喜当爹替他们养娃 那个男生长得丑 家里穷 连个稳定工作都没有 但是她坚定地追了我老婆十年 一开始 我老婆很讨厌她 说她这种人给我提鞋都不配 后来她一个电话 我老婆不顾我的哀求半夜离家去找她 还给她的微信名改为宝贝 和老婆亲热的时候 她电话响了 操 我暴躁地想挂断 却被她抢走 我抬头看去 备注是癞蛤蟆 和秦你讨不讨厌 不知道这么晚打电话会影响我休息吗 我老婆面色飞红 似有不满 柳如烟 我快死了 如果我死了 你会记得我吗 电话那边 和秦的声音听起来很不对劲 好像很痛苦的样子 疼 疼死了 小燕我生病了 我是不是要死了 以后 没办法保护你了 老婆偷瞄我一眼 气鼓鼓地说道 有病你就去医院啊 我又不是医生 你找我干嘛 老婆挂断电话 朝我贴过来 老公 柳如烟打着嗓音 要我别生气 我却感觉到她的心 已经飘走了 整个人 有点心不在焉 她的唇贴上来 我感受不到柔情 只剩敷衍 这时 她的手机又响了 我以为她会挂掉 谁知道还是秒接 何晴 你没完了 电话里传来求救声 救救我 小燕 求求你 救救 说到这没音了 滴滴声后 电话挂断了 老婆猛地起身 着急道 明晨 我出去一下 她胡乱套好衣服 就要出门 我赶紧拦着她 这么晚了 多不安全 我送你 顺手拿起她 搭在一旁的围巾给她 天冷多穿点 我去换衣服 谁知道 她接过围巾 就去开门 只给我留下一句话 不用了 我马上回来 还没等我回过神 就听见客厅 关门的声音 我看着关上的大门 呆愣出神 我在想 以前的柳如烟 是这样吗 二 我认识柳如烟十年 恋爱长跑六年 结婚三年 而这些年 和情一直在我俩身后 如影随形 我们三个 在同一所大学 我读金融系 她俩读历史系 我是校草 柳如烟是校花 和情是路人甲 开学军训时 我第一次见到柳如烟 统一的迷彩服 让她更加出挑 打听了好久 才知道她是历史系的 过了半个学期 才要到她的联系方式 那年大一暑假前 眼看着马上就要到来的第一次分离 我寝室难安 脑子一热 就到网上 订了一束红玫瑰 跑到女请楼下 找柳如烟告白 告白前 我闻思如泉涌 在寝室 写下一大篇 表白爱意的话语 但是看到她那一刻 就剩下一句 柳如烟 我喜欢你 女请的人纷纷起哄 比他们自己被表白还激动 叽叽喳喳嚷嚷着答应她 答应她 柳如烟脸颊通红 害羞地像只小兔子 眼睛却亮晶晶地看着我 使劲点头 我激动地上前抱着她 抬头却看见和情双眼通红地瞪着我 我皱了皱眉 却没在意 毕竟那时候谁都知道 柳如烟讨厌和情 她这么漂亮 有人追太正常了 我压根就没放在心上 更何况 和情还那么普通 眼睛小的像在脸上拉了一条缝 她鼻梁大嘴巴 身高不到一百七十 皮肤还黑曲曲的 不像大学生倒像是农民工 连说普通话都一股土欣慰 我压根就没把她当对手 我想 柳如烟那么讨厌她 她应该很快就打退堂鼓了 就像她的其他追求者一样 实在没想到 我和柳如烟 都结婚三年了 和情还没放弃 也就是说 她追了我老婆整整十年 这十年和情阴魂不散 大学的时候写情书 送早餐 买奶茶 站坐 每次她送的东西 都被柳如烟嫌弃地丢在一边 毕业了 她还和我们留在同一个城市 还是一样写情书 送早餐 买奶茶 现在不站坐了 改成了雨天送散 生理期送暖宝宝 平时不管大小事 她都要找借口联系柳如烟 一开始我是不在意的 毕竟我俩条件差太多了 柳如烟 也被她馋得很恶心 鲜少说脏话的她 不止一次骂过和情 那年情人节 和情抱着一个泡沫 做成的玫瑰小熊 还闪着七彩灯串 在柳如烟工作的图书馆门口等她 刚好那天我也去接她 因为堵车 我到得有点晚 那时候图书馆的人都走完了 柳如烟就站在路边骂她 你知道自己多吐多恶心吗 我不喜欢你 我有男朋友马上就要结婚了 这种话你要我说多少遍才明白 你这种不要脸皮 没自尊的穷屌丝 谁会喜欢 家里没镜子也该有尿吧 都出来工作了 还送这种廉价货 你是追我还是恶心我 你这种癞蛤蟆真是会隔应人 我真是到了八辈子血眉 才遇到你这种杀笔 说实话 骂得我都有点可怜她了 可是就算这样 她仍然不放弃 还是一次又一次找上门来 是什么时候开始 一切都变了呢 我烦躁地掐掉香烟 以前的柳如烟会拉黑 何秦换的每一个号码 而现在不仅没拉黑 还把号码存了起来 虽然对何秦还是不耐烦 但是她每个电话柳如烟都接了 听到她不舒服 马上就心急火燎地去找她 我告诉自己 不要去想一些 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徒增烦恼 何秦拿什么和我比 毕业六年工作换了八九份 大学时最起码还有青春 现在没形象 没前途 更没房子 卧在一家小公司跑业务 听说业绩越越垫底 也许又要换新工作了 而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父母就给买了房 252平一踢一户 为了在职场更有竞争力毕业后 我又出国读了两年 回国就拿到一流券商的offer 最近更是跳槽到一家 赫赫有名的私募 柳如烟肯定不会喜欢她 爸 可是我却不小心看到了客厅的时钟 上面显示的时间是凌晨四点半 三 柳如烟一整晚都没回来 我的心好像被黑暗吞射了一样 空落落的 知道我要出门她才回家 一脸疲惫地倒在沙发上 把和秦骂个狗血淋头 她就是个纯沙笔 蓝尾穿孔不去医院非要见我 不见到我并都不去看 这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 我是医生吗 我去了就能治病吗 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真是受够了 就没见过这么蠢的人 柳如烟说得很快 一句又一句 让我无法插话 质问她的话就这样咽了回去 但是她的态度让我略微松了口气 想了想我还是和她说道 老婆 我觉得和秦这样挺影响我们的 以后能不能别理她了 你越搭理她 她就越来劲 谁知道柳如烟瞬间情绪失控 愤怒地朝我吼道 你什么意思 说得我很想理她一样 我拉黑一个号码 她就换一个号码 我不去见她 她病死都不去看医生 万一出事了 我就是杀人凶手 到时候别人怎么说我 我还怎么见人 大冷天 我在医院待了一整晚 你不关心我 还指责我 记名称 你还有没有良心 我沉默了 找不到合适的词语 来表达我的心情 好像柳如烟说得都对 但是又好像不对 我着急出门 不想和她争辩 可是却发现柳如烟 脖子上的围巾不见了 围巾呢 我问道 啊 柳如烟慌乱地四下 看了一圈随即说道 落医院了吧 管她呢 我可不想因为一条围巾 去找她 又不值几个钱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柳如烟似乎有些心虚 而她那句 不值几个钱 也让我有些不舒服 七八千块的羊绒围巾 在我们家 确实不算贵重物品 可是柳如烟 是不是忘了 她的工资也就八千多 扣完社保公积金 还不够买那条围巾呢 这一刻 我觉得心很累 四 接下来几天 柳如烟早出晚归 回来时总是一脸疲惫 身上还带着消毒水味 这天一大早 她就收拾好 准备出门 往常这个时候 她还在赖床呢 不到最后一刻 绝不起来 柳如烟 是去照顾和琴吗 我忍不住问她 纪明辰 你瞎说什么 她连忙否认 可是却微微侧头 避开了我的视线 我心中涌起一股无名火 她出门后 我也跟着出去 果然 手机上的GPS 显示柳如烟去的方向 是医院 我找到和琴病房的时候 柳如烟正在给她喂粥 我还真没见过 她这么贤气良母的一面 我昨天在医院食堂 订了鸽子汤 中午去取 网上都说 鸽子汤对伤口恢复特别好 我蹊笑了 我看她现在就挺好 有你照顾 比吃鲜丹 都有用柳如烟看到是我 脸上的笑容 立刻僵了下来 而和琴泽垂着头 一副不敢看我的样子 纪明辰 你跟踪我 柳如烟有些生气 你要是想来看和琴 大大方方问我就行 都是老同学 你这算什么 柳如烟这话 乍一听还挺有道理 可惜 今天我不打算糊弄过去 谁和她是同学 一个班的是你们 不是我 再说了 她追了你十年 是普通同学吗 你一个结了婚的女人 在医院照顾别的男人可以 我这个丈夫 跟过来看看不行 柳如烟 你可真够双标的 病房里安静的落针可问 其他病人全都看着我们 对不起和琴抬起头 看向柳如烟 嘶哑着嗓子对她说 都是我不好 我连累你了 说完慌张的爬下床 不治了 我现在就出院 和琴说着一把拽掉输液管 鲜血当即低在床上 她却像没看到一样 捂着肚子跑了出去 纪明辰 她现在是病人 你非要这么咄咄逼人吗 柳如烟吵我大吼一声 急匆匆地跑去追和琴 剩我一个人站在病房里 被一群人围观 回过神后 我也跟了出去 谁知道 和琴竟然一口气 跑到医院外的大马路上 要往路过的车上撞去 柳如烟脸色煞白 跟在后面苦苦哀求她别做傻事 和琴 你赶快回来 别吓我和琴之肉网纹 冲出马路撞到一辆面包车上 和琴 柳如烟淒厉地喊着她的名字 哦 还好 司机刹车及时 没把和琴撞飞 但是她也被撞得受伤倒地 肚子上的伤口都裂开了 鲜血染红了病号服 围观的人们聚在那指指点点 他们猜测和琴是不是得了绝症想不开 没人知道我才是这场闹剧的杀人凶手 柳如烟酷的妆都花了 她蹲在和琴身边紧紧攥着她的手 你怎么这么傻 和琴 你不要命了吗 和琴虚弱地对她表白 小烟 我喜欢你十年了 开学见你第一夜 我就知道你就是我的命中注定 没有你 我不知道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如果不能和你在一起 我宁愿死在你面前 这样 你才会记得我 我在你心里也算有位置了 柳如烟一脸动容 你别这样 和琴恍若未闻继续说道 小烟 你为什么和纪明晨在一起 明明是我先喜欢你的 就因为她比我有钱嘛 我以为她丢下你出国 你就会和她分手 谁知道没有 我以为你早晚能看到我 谁知道你俩结婚了 明明我才是最爱你的人 我是为了你 才留在北京的 你为什么要嫁给别人 我浑身颤抖 不是吓的 是气的 这些年 和琴把自杀的方法 用了一遍 割腕 烧炭 绝食 吃安眠药 我都不记得有多少次了 实在是忍无可忍 我冲和琴吼道 柳如烟是我老婆 我们都结婚三年了 你TM要点脸吧 真想死 你就找个没人的地方死 人家司机招你惹你了 出门碰到你这种疯子 真是倒霉透了 和琴看着我愤怒的样子 咧着嘴笑了起来 三角眼里 透出一种恶毒的快意 看向柳如烟时 则是一脸虚弱 小烟你一点都不喜欢我吗 如果是这样 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说着她正开柳如烟的怀抱 猛地把头往地面上撞 我喜欢 我喜欢行了吧 柳如烟急忙大喊 喊出这句喜欢 就像打开了酒壁的闸门 让她内心激荡的情感澎湃涌出 她紧紧抱住和琴 好像一松手 她就会消失一样 和琴 你这个傻子 我真是在你手里了 周围看热闹的人都惊了 他们一边窃窃私语 一边举着手机记录 这场荒唐的闹剧 等到和琴被送去治疗的时候 柳如烟恨恨地看向我 纪明晨 现在你满意了吗 我没接话 只是淡淡地看着她 柳如烟先是一正 又有点恼羞成怒 纪明晨 你什么表情 你不愧疚吗 这可是一条人命 你这种有钱人 还真是冷血 我笑出声 一字一句说道 我凭什么愧疚 她骚扰我老婆 我凭什么忍她 凭她会寻死密活 凭她处处不如我吗 柳如烟破防了 她吵我大吼大叫 你还知道我是你老婆吗 你最喜欢的是工作 你这种狗男人 娶到手了就不懂珍惜 只有和琴十年如一日对我好 她怎么不如你 她为了我愿意去死 你能做到吗 我不敢相信柳如烟说出这种话 动不动以此相逼的畸形爱恋 在她眼里竟然格外珍贵 而我努力给她富足的生活 在她眼里竟然一文不值 荒谬到我无法理解 周围看热闹的人神色各异 那些视线让我难以忍受 我想走 腿却像灌了签一样把我钉在原地 六 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的家 大门关上那一刻我绷不住了 身体像被抽空了一样跌坐在地上 彻底崩溃 这些年 我从未怀疑过我俩的感情 我和柳如烟从校园恋爱步入婚姻殿堂 是多少人羡慕的对象 我的未来规划里都是她 我以为我们会彼此陪伴 一起赡养老人 抚育孩子 我们会走过无数个十年 会常常久久走下去 直到白头 我以为柳如烟也是这样的 从未想过在她心里 我早就被和秦比下去了 我有些不敢相信 我宁愿这是一场梦 真的太痛了 背叛远比分手更伤人 尤其是柳如烟背叛的对象是和秦 一个相貌丑陋 事业无成 性格偏激 义无是处的男人 这个繁华城市里彻头彻尾的loser 这摧毁了我全部的自信 曾经的甜蜜和柳如烟 今天所说的一切不停地拉扯着我 背叛的痛苦和深深的自我怀疑 反复折磨我 就在我还没想明白 是不是因为跳槽到私募后更忙了 这才导致这一切的发生 却接到了新老板的任务 出到新公司 刚开始接触一级市场 我需要一份拿得出手的成绩 显然 现在不是背春商修的时候 我也寄希望于忙碌让我淡忘痛苦 可惜和秦并不打算放过我 就在我飞到别的城市 对一家科技公司做镜条的时候 收到了一封陌生号码发来的邮件 打开的一瞬间 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停滞了 大脑一片空白 邮件里有和秦和柳如烟 在游戏里的大婚视频 他们一个叫蛤蟆骑士 一个叫天鹅公主 看到我一阵作呕 而他们的微信聊天记录 长得仿佛没有尽头 日期最早的是一年前 开始的时候 柳如烟对和秦还十分不耐烦 柳如烟 能不能别缠着我了 没有我你会死吗 我都结婚两年了 现在正被孕了 咱俩没戏 你趁早死心吧和秦 那怎么办 我只爱你就算你和别的男人 有孩子了 我还是爱你柳如烟 你有病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 和秦还是单方面 黏着柳如烟 分享她的吃喝拉萨 而柳如烟基本没回复 但是她也没再拉黑和秦 直到一条和猫有关的消息 和秦 这只小三花好漂亮啊 眼睛真美 不过没你美 害羞 可是她好可怜啊 是只小流浪 哭 大学里你说过工作后要养猫 这只小三花你要养吗 柳如烟 不养 我想养不偶 算了 说这些有什么用 纪明晨对猫毛过敏 我什么也养不了 就算她不过敏 婆婆肯定也不让我养和秦了回 啊 你婆婆这都要管 纪明晨不会是个妈宝男吧 过了好大一会 柳如烟才回她 妈宝男倒不至于 我一说要备孕 她妈就弄了一堆营养品让我吃 真是被她烦死了 还说什么养好身体 才能生出聪明漂亮的宝宝 哼 难怪以前没买过呢 只有孩子配吃 我不配呗 不就是有几个钱吗 搞得家里像有皇位要继承一样 还说什么为我好 根本就是拿我当生育机器和秦 发了的气氛的表情 纪明晨也不管管她妈 你不爱吃为什么逼你 更何况生孩子多痛啊 如果是我肯定不舍得让你受这份罪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结婚又不是为了生孩子 柳如烟发了一个委屈的表情 从结婚她妈就念叨着想抱孙子 还说儿女双全最好 我有什么办法 我挣得又没记明晨多 图书馆的工作 还是她爸妈安排的 难过和情 十分不赞同柳如烟的说法 男人挣钱养家天经地义 你这么漂亮这么优秀 全校那么多男生喜欢你 你却嫁给了纪明晨 她家给你安排个工作怎么了 那是他们的荣幸 小烟 我好心疼你 你不能为了一男人 就忘记爱你自己 你是珍宝 就应该被呵护 如果换作是我 命给你我都愿意 又怎么舍得让你不开心 柳如烟没有回复 但我想她应该很感动 因为从那之后 俩人就热络不少 和情发个七八条 柳如烟总会回伤一两个 越往后柳如烟回复的就越多 他们甚至还用情女号玩起了游戏 前不久和情向柳如烟吐槽工作不顺心 这个月业绩又是垫底 那个没文化的老币 灯快把我骂死了 开晨会的时候 还把我拎出来做反面教材 哎 真不知道读书有什么用 柳如烟直接转过去一万块钱 知识未必要用钱来衡量 你可是名校毕业 不要因为一点小事自暴自弃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后来柳如烟开始主动关心她 天冷了 你东装买了吗 工作还顺利吗 我们图书馆要外拼一些人 我可以帮你介绍 你愿意来吗 别只记得给我送下午茶 你也要乖乖吃饭哦 难怪最近一年 柳如烟在家越来越安静 要玩游戏 要关心和情 还要吐槽恶婆婆 和只知道挣钱的丈夫 的确很忙 原来 我们交流日渐减少 并不是老夫老妻相处的自洽 而是她有了更想交流的人 只是那个人不再是我 和情用了十年的时间 痴缠柳如烟 终于走进了她的心 深吸一口气 胸口传来的疼痛 如同针刺 提醒着我这九年的感情 并非如诗如画 难怪最近 她一边对和情 表现出以往的不耐烦 一边又无条件地 满足她每个无理要求 难怪和情自杀 她会那么痛心 原来她喜欢上她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我只觉得这一切荒唐又可笑 柳如烟怎么能背叛我们的婚姻 那个人又怎么能是和情 那我算什么 柳如烟 我用了十年喜欢你 到头来只是炮灰难配嘛 气 出差回来 我等到晚上十点多 柳如烟才到假 浓浓地消毒水味 不用问也知道她去哪了 我坐在沙发上 等她给我一个解释 可是她在房间里 摔摔打打 时不时弄出点动静 吸引我的注意 我知道她不高兴了 如果是以前 我肯定第一时间去哄她 但是今天我什么都不想做 见我一直不理她 柳如烟光当一声 把手里的杯子搁在茶几上 坐在沙发椅上瞪着我 纪明晨 你这是冷暴力 我吃笑一声 打开邮件把iPad递给她 柳如烟脸色煞白 医院的事情她还能找借口 比如怕和情想不开 而邮箱里的这些 她没办法解释 她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低着头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我以前真的很烦她 但是她一直缠着我 怎么骂都骂不走 不管我说的多难听 她还是对我特别好 时间长了 我竟然有些愧疚 有时候她不找我 我还觉得少点什么 我抬抬手打断她 没办法 太恶心了 有点听不下去 柳如烟 我不想听你俩的爱情故事 背叛就是背叛 无论你怎么美化 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顿了顿我说 离婚吧 说出这句话后 我心头一清 胸口的玉器都少了许多 柳如烟哭了出来 那哭声就像一把锯子 在我心头来回拉扯 让人心烦意乱 你现在哭有什么用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我站起身 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从你转前给和晴那天起 我们之间就完了 我转身向客房走去 片刻 柳如烟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记明尘 你好狠的的心 我快速走进屋 不想被她看到流下的眼泪 这是失败者仅有的尊严 八 柳如烟第二天就搬了出去 爱情的力量真伟大 那么多衣服首饰鞋包 这么快就整理好了 走的时候 她高傲地对我说 记明尘 你想好了 走了 我就不会再回来 而我递上了准备好的离婚协议 柳如烟脸色难看地瞪了我一眼 没有借离婚协议夺门而出 我和柳如烟还没签字离婚呢 和晴已经抢先一步 替我通知了大学同学 她终于抱得女神龟 恨不得昭告天下 她迫不及待地在QQ 朋友圈和各种社交平台 公布她俩的情侣照 有拥抱 有对视 有牵手 佩文 在我们相遇那一刻 我就知道你属于我 照片里的俩人 一个娇艳美丽 一个 嗯 怎么说呢 就像某个路人的评论 好家伙 博主一看就挺有钱 但是两人看起来 却格外和谐 也许是他们的眼里 多有爱吧 老同学纷纷联系我 问我什么情况 柳如烟也开始 做起了嫌弃良母 似乎要向全世界证明 她现在的选择 好过我一万倍 每天包不同的汤 给陈琴补养身体 还会把照片 传到社交平台 不过 一条朋友圈都没发 看样子她和我一样 还没告诉家里 看到这些 我内心毫无波澜 这天柳如烟的妈妈 突然给我打了电话 我迟迟不敢接听 说实话 柳如烟爸妈 待我真的很好 我们两家都是独生子女 她爸妈又是知识分子 我俩结婚的时候 后压根没闹过 彩礼多少房子 写谁名字这样的问题 她爸妈什么要求都没提 逢年过节 只要我俩回去 她爸妈必定来机场接我们 吃饭的时候 桌上大半都是我爱吃的 过年还会包一个 大大红包给我压碎 老两口平时从来不打扰我俩的生活 我提过好多次 让他们搬来和我们一起住 他们都不愿来 说不打扰我们小两口二人世界 等有宝宝需要他们帮忙再过来 所以柳如烟被孕的时候 我就在小区看房源 想要再买一套 这样不住一起 她爸妈应该能安心住久一点 毕竟她是家里的独生女 如果不是房地产行情不好 也许早就入手了 我深吸一口气把电话接通 妈 电话里没传出我以为的质问声 而是赵母娘带着哭腔的声音 凌晨 小烟她爸在医院抢救 小烟的电话一直正在通话中 不忙的话 你俩就回来一趟 你要是走不开 小烟先回来也行 我着实吓了一跳 还以为是我们离婚的事给闹的 还好不是 还好柳如烟人在单位 很快就联系上了 只是接电话的时候 十分不耐烦 纪明晨 我同意离婚 你不要骚扰我了 你爸病了 在急诊抢救 你妈说你的电话打不通 我只是受人之托 通知一下你说完我直接挂断 没一会 柳如烟哭着打给我 纪明晨 你陪我一起回去好不好 我爸妈还不知道咱俩离婚的事 现在我爸病了 我不想他再为这是烦心 先瞒着他们好不好 就算我求 机票已经订好了 我现在回去拿行李 在我知道他也瞒着父母的时候 就订好机票了 柳如烟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 哭着向我说谢谢 谢谢就不用了 我也喊了三年爸妈 这是应该做的 我只有一个要求 你提前跟和勤说清楚 别到时候他要死要活的 你又怪我头上 好 我知道了柳如烟弱弱的说道 我们到的时候 手术早就结束了 人在ICU 还没脱离危险 是急性脑促重 医生说血管堵塞的位置比较多 后期的康复治疗需要很长时间 看护病人会比较辛苦 一下飞机 柳如烟的电话就想得没完 一个又一个 现在他又跑去接电话了 他妈问我什么情况 我只能岔开话题 不用想也知道 一天之内能打这么多电话的人是谁 柳如烟一回来就说 妈 等我罢过了危险期就转院吧 刚才医生也说了 康复训练需要很长时间 到时候就算请护工那也离不开家属照看 你一个人太辛苦了 我又请不了长假 转到北京 我能和你一块照顾 医疗条件也好一些 热恋期的情侣 还真是难舍难分 一天都不愿分开 还没出ICU呢 就惦记早点回去 我不想戳穿他 毕竟我这个女婿已经是过去世了 等他爸脱离危险期我就回去 是 之后我就借口工作忙要出差 没再去看过他爸 到了办离婚证的时候 我去找他 他又改变主意了 说现在不是离婚的时候 纪明辰 我爸还在病床上 你却只惦记离婚柳如烟 怒斥我没良心 柳如烟 你能不能有点奇悦精神 你迫不及待搬出去的时候 可不是这么说的 我冷冷看向他 不为所动 柳如烟冲我一笑 可是 我怀孕了呀 孩子是你的听完这话 我真的像被雷劈了一样 瞬间愣住 如果在一个多月前 我听到这个消息 肯定会无比兴奋 现在 却只觉得老天在亡我 我甚至想 这个孩子如果是在我肚子里就好了 这样我就能选择不让他出生 不用让他一来这个世界 就要面对感情破裂的父母 可惜我只是他父亲 并不能做这个决定 甚至连离婚也变得不可能了 我鼻头发酸 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委屈 就在这时我妈打来电话 把我骂了一顿 纪明辰 小燕她爸生病 你怎么不和家里说呢 小燕怀着孕 你还让她操心转愿的事 见了面看我不抽你 我张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如果一切都没发生该多好 帮柳如烟她爸转完院 我就被爸妈压着去道歉 她爸看起来比之前好了许多 说话还有些含糊 但至少人是清醒的 我妈骂我的时候 她爸使劲摆手 胡伦说着什么 柳如烟她妈笑着说 亲家 可别骂明辰了 她老丈人不愿意了 大人们笑作一团 柳如烟挽着她妈撒娇 称怪她爸妈有了女婿 就不疼她了 我心里压抑 却怕刺激到病人 也怕我爸妈糟心 只能强撑着和他们一起笑 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但是我知道 一切都变了 我们回不去了 十二 说着说着 话题就扯到孩子身上 我心里苦笑 脸上傻笑 我妈说 亲家 你可要快点好起来 还有孙子等着你带呢 我站在旁边继续傻笑 柳如烟说 是阿爸 再等几个月宝宝就出生了 还等着你请名字呢 你可是语文老师 这个任务可就交给你了 我持续傻笑 我妈一记眼刀飞过来 我知道她这是嫌我不懂事呢 我正想着说点什么好 身后传来阴侧侧的声音 还有几个月宝宝就要出生了 柳如烟 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我悚然一惊 心喷喷直跳 何晴穿着一身陈旧的夹克 站在病房门口 面色阴沉的如同乌云压顶 她双目赤红 愤恨地盯着柳如烟 柳如烟的妈妈 脸色十分难看 何晴 我家小烟怀着孩子呢 你再缠着她 我就抱紧了柳如烟 连忙走到何晴跟前 低声说道 你别闹行吗 求你了 谁知道何晴突然暴怒 一巴掌扇到柳如烟脸上 啪 响亮地把掌声 让大家全都惊呆了 水性洋花的臭婊子 你竟敢背着我偷人 这些年我为你安前马后 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吗 尖锐阴森的声音 像是刺破寂静的利刃 让人不寒而栗 柳母最先反应过来 一巴掌甩到何晴脸上 又把柳如烟护在身后 这有个疯子 报警 赶快报警 他像一只护仔的野兽 恶狠狠地盯着何晴 恨不得咬下他一块肉 何晴也不还手 就在那哈哈大笑 我是疯子 那你女儿就是贱人 前几天还和我恩恩爱爱 现在又跑来找他前夫 说着说着 他用怀疑的目光 打亮着柳如烟的母亲 是不是你教坏了小烟 肯定是你 你们没来北京的时候 我俩好好的 你们一来 他就跑来吃回头草 他上前拽着柳母的衣领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看不起我 我每次去你家 你都一脸嫌弃 屁的人民教师 你就是个贤贫爱抚的视力眼 看见纪明辰笑得跟花一样 还不是因为他家有钱 你摸着良心说说 这十年来 我为柳如烟做了多少 我安前马后伺候他 给他打洗脚水 给他洗袜子 我为他割腕 烧炭 撞车 吃安眠药 我为他死了多少次 不光不要脸 我连命都不要了 他凭什么这么对我 你说 你说啊 我惊呆了 没想到和秦卫柳如烟做的一切 他家人都知道 更没想过 他竟然有这么多怨气 柳如烟在旁边哭诉 又不是我逼你的 是你缠着我不放 是你自愿的 这句话就像引爆了火药桶 和秦一下炸了 柳如烟 你欠我的这辈子都还不清 想离开我做梦吧 你这种破鞋 鸡明辰才不会要呢 说完和秦就冲着我咧嘴笑 老子早就和柳如烟睡过了 肚子里的孩子说不好就是我的 你说是吧 好连金我怒不可遏 但又无法反驳 毕竟柳如烟的背叛是事实 嘴上讨不到便宜 我只好揍他 我比和秦高出大半个头 猝不及防下被我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挨了几下后 他怒吼一声开始反击 我俩不要命地扭打在一起 别打了 别打了 病房里乱作一团 最后我俩被医院的安保人员拉开 医生 医生 快来人啊 柳如烟的妈妈尖叫出声 我抬眼看去 吓得心里一紧 柳妇面色发红 嘴唇黑子 出气多进气少 赶来的医生护士推着柳妇一路狂奔 可是进去还不到十分钟 急救室的门就打开了 医生脸色沉重 大家一下就明白了 柳母嚎啕大哭 柳如烟一下软到在地 晕了过去 十三 因为父亲被气死这事 柳如烟恨死和晴了 听说俩人闹掰了 明明前几天 他们还亲密无间 朋友圈 QQ空间 社交媒体上轮番秀恩爱 但是和晴哪那么容易放过他 他辞了工作 一天24小时缠着柳如烟 走到哪跟到哪 听说每天都向柳如烟下跪道歉 就这样没多久 他俩竟然和好了 还一起过来找我 纪明晨 我不要多 一千万和一套房 我就同意离婚 我惊叹于柳如烟的后脸皮 你没病吧 和晴阴狠地看着我 纪明晨 我前几天是乱说的 是我气不过小烟跑来找你 孩子是你的 你不愿意给钱也行 等孩子生下来 你给18年抚养费柳如烟接着说 你要是愿意 我可以打了孩子 再也不来找你 你要是不愿意 那就等孩子两岁 分我一半财产再离婚 反正我不着急 多两年 我还能多分点钱 我吃笑一生 柳如烟怀孕四个月 可以做羊水穿刺 验DNA 如果孩子是我的 你又愿意生下来 生活费 我一分不会少你的 没结果钱 你一分钱都别想拿 说完我起身离开 我想 柳如烟大概忘记了 我才工作四年 虽然收入不低 但是他那些衣服 首饰包包 哪个是便宜的 再加上结婚时 给的101万彩礼 和贵重首饰 这些年 我父母贴补了多少 真要算起账来 谁给谁钱 还未必呢 十四 医院的事情发生以后 爸妈非但没怪我 还每天换着花样 给我做好吃的 在网上搜罗笑话 讲给我听 想到这 我决定不再瞒着他们了 那样只会让他们更担心 于是我把柳如烟 和秦来找我的事情 和他们讲了 他们帮我找了 最好的律师 不过一切都需要等到DNA检测结果 如果柳如烟不配合 那就只能等到孩子出生 我们都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 谁知道比DNA结果先来一步的 是社会新闻 这天大学室友打来电话 卧去和秦杀人了 我一惊 连忙问什么情况 班级群和校友群都炸锅了 你都没看到吗 新闻上也有播 就是柳如烟啊 我赶快打开手机 新闻虽然有厚厚的马赛克 但我还是认出了 浑身是血的柳如烟 新闻上写的连刺十三刀 刺激着我的眼睛 校友群里直接刷屏了 我麻木地看着滚动的信息 这也太狠了 怎么也是喜欢十年的人 他也真下得了手 这你就不懂了吧 就是追太久了 心里都扭曲了 柳如烟又偷偷打了他的孩子 可不就发疯了 听说柳如烟现在还在医院 也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 太惨了祈祷 祈祷个屁 要我说他就是活该 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 非去招惹那个疯子 这就是报应 谁叫他出轨还眼瞎 积点口德吧 闹分手就要杀人 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那也不能这么说 吊住人家十年 才和人在一起 在一起了又不好好过日子 还把人孩子给打了 换谁谁也受不了 那纪明尘不是更惨 人家也没去杀人啊 突然看到自己的名字 一下把我惊醒 电话响了 是我妈 灵晨 你在哪呢 爸妈去接你 我妈的嗓音直哆嗦 她一定是吓到了 在公司 我的嗓音嘶哑得不成样子 拿着电话的手 也在发抖 直到回家泡进热水里 我才缓过神 我正正地看着天花板 不敢相信今天发生的一切 短短几个月 她俩经历了什么 柳如烟背叛我们的婚姻 也要和她在一起 不是因为相爱吗 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 十五 还好 柳如烟命大 捡回了一条命 只是受伤太重 就是好了恐怕 也要带着尿袋生活 她那么暧昧 一时间 我不知道是死对她残忍 还是这个结果更残忍 我除了垫付一些药费 也做不了什么 婚还是要离的 她妈妈求我帮忙介绍律师 她说一定要让和秦判死刑 看着受托相的刘母 我心里五味杂陈 这么短的时间 没了老公 女儿还变成这样 现在全靠她一个人撑着 也许打官司 让和秦付出应有的代价 对她来说 也算一种精神寄托 经过这么多事 我看淡了许多 人在情感里的执念 太可怕了 也许很多时候 让人不能割舍的不是爱情 而是一种习惯 习惯了去爱那个人 习惯生活里处处有她的存在 失去她就像是割掉了一部分血肉 疼得追心刺骨 那种痛让人更不愿放下 就这样陷入死循环 其实不管多重的伤口 都有愈合的时候 习惯了没有她的日子 也就熬过来了 最开始遭遇背叛的时候 我也恨得淬血 那个时候 巴不得柳如烟和陈晴这对狗男女遭报应 也好让他们尝尝我的痛苦 可是真有这么一天了 我反倒觉得唏嘘 只觉得事事难料 就在几个月前 我和柳如烟还是一对甜蜜的小夫妻 我还在满心欢喜 期盼着属于我们的宝宝降临 只是短短几个月 一切都面目全非 当我听到柳如烟想要见我一面的时候 甚至觉得恍若隔世 她还没说话 眼泪就掉了下来 明晨她的嗓音苍老得不像话 就像是历经沧桑的老狱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只好沉默 她泪流不止 我后悔了明晨 我真的后悔了 我有个宠我的好老公 有份好工作 爸妈都有退休金 也不用货公婆同住 大牌想买就买 我明明什么都有 怎么会弄成这样柳如烟哭得生死历解 我毕竟爱了她十年 被她哭得鼻头控制不住发酸 我忍住泪意 一字一句对她说 柳如烟 自己的选择 自己负责递给她一包纸巾 我转身离开 记明晨 你会遇见比我好一千倍 亿万倍的人 你一定会幸福的 我顿了顿继续向前走 无论能不能遇见对的人 我都会幸福 幸福不是谁的给予 谁的守候 幸福在自己手中 冬天早就过去了 一切都会越来越好 全文完